第47章我们这一批人一死,修正主义很可能起来,有的时候我也很忧虑,说不想,不忧虑,那是假的。 话说1966年4月20日,昨日出访归来的刘少奇出席了杭州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4月22日,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我不相信在文化革命中的问题只是无寒问题,后面还有一串串三家村。 文化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革命,是意识形态的斗争,触及得很广泛,涉及面很宽。 潮里有人,比如中央宣传部、中央文化部都发生这方面的问题,潮里都有人。 逐步的展开,真正有代表性的,省市都批评一两个,军队也有。 所谓潮里,不光中央,部门包括各区、各省市。 潮里那样轻,我不相信。 2月3、4、5、6、7、5天吗? 不忙那么不忙,一忙那么忙。 2月3日,急于搞一个五人小组文件,指2月提纲,笔者注,迫不及待。 在武汉谈争左派,我不同意。 过去没有系统管,首先从我起,没有全面的抓。 只要你不全面的系统的抓,就不行。 亡者不可见,来者有可追。 现在抓吗? 中国出不出修正主义当权,两种可能,不出或出,早出或迟出。 搞得好,可能不早出。 早出也好,走向反面。 出修正主义不止文化界,党政军也要出,特别是党和军出了修正主义就大了。 4月23日,毛泽东对高校部党委部署,深入开展学术批判情况简报,写了一个批语,此件好,发个同志看。 各地区大学师生,中学教员和高中学生,都应参加到文化革命运动中去。 毛泽东1966年4月23日、4月24日,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基本通过了中共中央的通知稿和新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名单,决定提交5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 4月24日这一天,叶剑英、萧华、杨成武、刘志坚将中央工作组关于罗瑞卿错误问题的报告,即叶剑英、谢富志、萧华、杨成武四个人的发言材料,还有罗瑞卿写于3月12日的检查,一同呈报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 4月27日,毛泽东又在江青等修改的通知稿上做了部分修改。 4月29日,毛泽东在谈话中继续严厉地批评彭真和北京市委,他说北京一根针也插不进去,一滴水也滴不进去。 彭真要按他的世界观改造党,事物是向他的反面发展的,他自己为自己准备了垮台的条件。 这事必然的事,是从偶然中暴露出来的,一步一步深入的。 历史教训并不是人人都引以为戒的,这是阶级斗争的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凡是在中央有人搞鬼,我就号召地方起来攻他们,叫孙悟空大闹天宫,必要搞那些保育黄大帝的人。 彭真是混到党内的渺小的人物,没有什么了不起,一个指头就捅倒地。 西风落叶下长安,告诉同志们不要无穷的忧虑。 灰尘不扫不走,阶级敌人不斗不倒。 赞成鲁迅的意见,经书不可不读,不可多读。 不读人家会欺负你。 现象是看得见的,本质是隐蔽的。 本质也会通过现象表现出来。 彭真的本质隐藏了三十年。 要不要告诉奥尔巴尼亚同志? 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 1966年5月4日,刘少奇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出席会议的一共有76人, 除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外, 江青、张春桥、关峰、七本渝等八人, 以中央文件起草小组成员身份了出席会议。 这次会议后来一直延续到5月26日。 期间,毛泽东一直在杭州,没有出席这次会议, 但这次会议的程序和各种文件的起草都是由毛泽东安排的。 会议的情况由康生负责向毛泽东请示报告。 会嫌,李雪峰接到会议通知后,刚到北京, 叶剑英就跑来对他说又发生事情了,你知道吗? 李雪峰文言,不由得一正,说不知道啊。 叶剑英隐隐约约地把毛泽东批评彭真的二月提纲的消息给他透露出来。 李雪峰心里暗暗叫了一声,糟糕。 彭真出问题会连累许多人的,因为他那个汇报提纲,各大局都贯彻执行了呀。 他问叶剑英、彭真和罗瑞卿的问题有没有关系。 叶剑英说,彭真实际上是保罗瑞卿的,这一点我们都看出来了, 但是没有什么具体的事实。 林彪曾经给我打过招呼,要我注意彭真的言行, 不要和他拉扯得太紧,没想到这么快就出了问题。 扩大会议开始时,彭真解挨着李雪峰做。 李雪峰看了出来,彭真有许多话想和他讲, 李雪峰故意不多搭理他,而且还刻意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会议首先由康生传达了毛泽东在最近一个时期的讲话, 集中批判了彭真,陆鼎一。 接着,遇会者纷纷发言,批判彭真。 彭真见康生,陈波达等人都把矛头指向了自己, 立刻和那些人顶起来, 他要求中央对他进行审查。 刘少奇说,你彭真到现在还嘴硬, 你的个人主义膨胀,我早就看出来了, 你为什么要打着毛主席的旗号来骗我们? 你就是一个阳奉阴违的两面派, 中央的修正主义就是你。 大家见刘少奇说出了这样的话, 都跟着指责彭真。 李雪峰回忆当时的情形说, 会议的气氛紧张起来了。 人家一切都是事先准备好的, 彭真根本没有辩护的权利, 开始就陷入孤苦境地。 彭真一开口, 就被康生和陈波达顶回去了。 中央决定停止彭真参加会议。 刘少奇在和华北局书记李雪峰谈话的时候说, 彭真在历史上和现实工作中都是反对我的, 他总是在一些重要问题上, 对我搞封锁, 不讲真话。 我多次在毛主席面前说过, 彭真这个人可是不好领导呀, 动不动就以功臣自居, 其实他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东西。 这一次把他揪出来, 也是我们党多年来争取党内生活正常化的努力。 你要抓住对他的黑帮势力的清理和斗争。 李雪峰也说, 彭真过去是从来看不起我的, 多年来我们对北京市的工作无法过问。 民意上, 北京市属于华北局领导, 实际上是北京市在指挥我们。 据七本宇回忆录说, 在1964年底讨论23条时, 刘少奇顶撞毛主席的事情发生以后, 彭真批评刘少奇批得很厉害, 说这事对毛主席不尊重, 还说刘少奇在农村问题上老想单干等等。 在农村问题上, 彭真倒是有资格批评刘少奇的, 因为彭真一直是不主张单干的。 刘少奇问毛主席, 你老说走资派, 那到底谁是走资派? 毛主席说, 张林芝就是。 彭真说, 你刘少奇这样逼问毛主席, 结果是害了这些干部。 所以, 在这次的会议上, 刘少奇对处理彭真是很积极的。 刘少奇说过, 彭真不仅反毛主席, 而且也根本不把他和其他中央领导人放在眼里。 5月5日, 毛泽东会见以谢胡为团长的奥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 周恩来、 林彪、 邓小平、 武修全参加了会见。 毛泽东在同谢胡的谈话中说, 我的身体还可以, 但是马克思总是要请我去的。 事物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马克思、 恩格斯就没有料到首创的社会民主党在他们死后被他们的接班人篡夺领导权, 变为资产阶级政党。 这是不以马克思、恩格斯的意志为转移的。 他们那的党开始是革命的, 他们一死变成反革命的了。 苏联也不以列宁的意志为转移, 他也没有料到会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 事物不断地走向反面。 不仅是量变, 而且要起质变, 只有量变, 不起质变, 那就是行而上学。 我们也准备着, 你晓得哪一天修正主义占领北京? 现在这些拥护我们的人摇身一变, 就可以变成修正主义。 这是第一种可能。 第二种可能是部分分化。 你晓得哪一天修正主义占领北京? 现在这些拥护我们的人摇身一变, 就可以变成修正主义。 鉴于这些情况, 我们这一批人一死, 修正主义很可能起来。 我们是黄昏时候了, 所以现在趁着还有一口气的时候, 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 总之, 要把两个可能放在心里。 头一个可能是反革命专政, 反革命复辟。 把这个放在头一种可能, 我们就有点着急了, 不然就不着急, 太平无事。 如果你不着急, 太平无事, 就都好了。 才不是那样。 光明的一面现在看出来了, 还有更主要的一面, 有黑暗的一面。 他们在做地下工作。 列宁讲过, 被打败了的剥削阶级, 长期还强于胜利的无产阶级。 列宁又讲, 农民、 小资产阶级, 每日每时都生长资本主义。 打败了的阶级是哪些人? 帝国主义、 封建主义、 资本主义。 而群众就是工人、 农民、 城市小资产阶级。 还有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 和他们的知识分子, 我们都包进来了。 还有地主阶级的儿女。 过去我们的大学生, 大多数是资产阶级、 地主阶级的儿女。 工人、 贫农、 夏中农都进不起学校, 小学都进不上, 进上小学进不上中学, 何况进大学。 旧的知识分子至少有几百万人。 群众的文化教育掌握在他们手里, 我们没有掌握。 那么多小学, 我们没有小学教员, 只好用国民党留下来的小学教员, 我们也没有自己的中学教员、 大学教授、 工程师、 演员、 画家, 也没有搞出摆设和开书店的人员。 那些旧人有一部分 钻到党内来, 暂时潜伏不动, 待机而起。 等于赫鲁晓夫潜伏不动, 待机而起一样。 第二个可能就是包损政策, 一层一层的包掉, 剩下的是好的, 把坏的包掉。 从1921年到1966年45年了, 我们就初步地包了一遍, 包掉了不少反动的陈独秀, 瞿秋白, 李立三, 王明, 张国焘, 张文天, 高岗, 饶树石, 彭德怀, 罗瑞卿, 彭真等等, 前后几十个中央委员, 还有睡在我们身边没有发现的。 不要怕反革命, 有的时候我也很忧虑, 说不想, 不忧虑, 那是假的。 但是睡觉起来, 找几个同志开个会, 议论议论, 又想出办法来了。 5月6日, 张春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了长篇发言, 他系统地介绍了彭真, 陆定一等人在八届时中全会后, 对抗文化革命路线的情况。 5月7日, 毛泽东看了林彪寄来的中央军委总后勤部, 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夫业生产的报告, 非常兴奋。 他浮想连篇, 挥笔给林彪写了一封信, 他写道, 林彪同志, 你在5月6日寄来的总后勤部的报告, 收到了, 我看这个计划是很好的。 是否可以将这个报告发到各军区, 请他们召集军, 施两级, 干部再一起讨论一下, 以其意见上告军委, 然后报告中央取得同意, 再向全军做出适当的指示, 请你着定。 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 军队应当是一个大学校, 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 很可能也是一个这样的大学校, 除打仗以外, 还可做各种工作。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八年中, 各个抗日根据地, 我们不是这样做了吗? 这个大学校, 学政治, 学军事, 学文化, 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 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 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 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 又能从事群众工作, 参加工厂, 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完了, 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 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 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 这样, 军学, 军农, 军工, 军民这几项都可以捡起来。 当然, 要调配适当, 要有主有从, 农, 工, 民三项, 一个部队只能捡一项或两项, 不能同时都捡起来。 这样, 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同样, 工人也是这样, 以工为主, 也要兼学军事, 政治, 文化, 也要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 再有条件的地方, 也要从事农副产品生产, 例如大兴油田那样。 农民以农为主, 包括林、 木、 富、 鱼, 也要兼学军事、 政治、 文化。 再有条件的时候, 也要由集体办行小工厂, 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 以学为主, 兼学别样, 即不但学文, 也要学工、 学农、 学军, 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制要缩短, 教育要革命,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 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 服务行业、 党政机关工作人员, 凡有条件的, 也要这样做。 以上所说, 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意见, 创造发明, 多年以来, 很多人已经这样做了, 不过还没有普及。 至于军队, 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 不过现在更要有所发展罢了。 毛泽东1966年5月7日, 这封信后来以中央正式文件, 发往全国各地, 成为著名的武器之事。 5月9日, 解放军报发表了江青撰写的, 署名为高剧的文章, 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 江青在文章中写道, 邓拓是他和吴涵, 廖墨沙开设的三家村黑店的掌柜, 是这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一个头目。 他们把持前线, 北京日报以及北京晚报作为反党工具, 射出了大量毒箭, 猖狂地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 对党和社会主义怀着刻骨仇恨的邓拓一伙, 从1961年开始, 就抛出了他们的烟山夜话, 三家村炸记。 他们以谈历史, 传知识, 讲故事, 说笑话做幌子, 借古缝金, 纸桑骂槐, 寒沙摄影, 旁敲侧击, 对我们伟大的党进行了全面的恶毒的攻击。 辱骂我们的党狂热, 发高烧, 说伟大的空话, 害了剑王正。 恶毒的攻击总路线, 大跃进是吹牛皮, 想入飞飞, 用空想代替了现实, 把一个鸡蛋的家当全部毁掉了, 在事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 杰利为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海渊教区, 吹捧他们的反党骨相和叛逆性格, 鼓励他们东山再起。 诽谤无产阶级专政, 极力煽动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满情绪, 宣扬腐朽末落的封建道德和资产阶级思想, 为资本主义复辟名罗开道。 邓拓甚至狂貌的叫嚷, 要我们党赶快下台休息, 什么话都不要说, 什么事都不要做, 一切听从他们的指导, 由他们来专我们的政。 邓拓的阉山夜话, 是地地道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话。 我们一定要抓住他, 识破他, 戳穿他, 包掉他的话皮, 让邓拓这一小撮人, 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丑恶面目, 统统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欠债总是要还的。 邓拓要想瞒天过海, 要想三十六计, 走为上计, 是绝对办不到的。 不仅邓拓划不过去, 他的同伙也划不过去, 不仅阉山夜话, 三家村闸记要铲除掉, 海瑞罢官, 李慧娘, 谢瑶环, 以及长短路中的毒草, 等等, 凡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东西, 都要一一铲除, 毫不例外。 文章最后写道, 有阶级, 就有阶级斗争, 这是个必然的规律。 在我们内部, 揪出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 不是坏事, 而是一件大好事, 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污蔑和攻击, 只不过是几个苍蝇嗡嗡叫而已, 丝毫也无损于我们党的伟大光辉。 我们要正告那些, 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 是你们早就向党向社会主义开了火。 来而不枉, 非李也。 我们一定不会放过你们, 一定不会放过一切牛鬼蛇神, 一定要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 把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不获全胜, 绝不受兵。 5月10日, 上海解放日报, 文汇报同时刊登姚文元撰写的长天文章, 凭三家村, 阉山夜化, 三家村闸记的反动本质, 严厉地批判了北京市委书记邓拓, 市委统战部部长廖默沙和吴涵在前线杂志 三家村闸记专栏上所发表的杂文。 姚文元在文章中写道, 凡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 凡是阻碍社会主义革命前进的, 凡是同中国和世界革命人民利益相敌对的, 不管是大师, 是权威, 是三家村或四家店, 不管多么有名, 多么有地位, 是受到什么人指使, 受到什么人支持, 受到多少次吹捧, 全都揭露出来, 批判他们, 踏倒他们。 5月11日, 人民日报和全国各报刊, 均转载了姚文元的《平三家村》, 《叶鱼山夜话》, 《三家村闸记》的反动本质一文。 5月11日这一天, 红旗杂志第七期发表了七本语撰写的题目为, 《平前线》, 《北京日报》, 《北京晚报》的资产阶级立场的文章。 据七本语回忆录中说, 姚文元的文章, 是他在上海和江青、张春桥一起讨论过的, 主席也知道。 我的文章则是与在京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陈伯达、 康生、尹达、王丽、 关锋等人一起讨论的。 因为是登在红旗杂志上的重要文章, 所以大家讨论得非常认真。 在讨论的时候, 康生提出, 要彻底批判邓拓, 就一定要联系他的历史来批。 他说, 你们不知道吧, 邓拓是个叛徒。 康生说, 这是听彭真说的, 邓拓在历史上曾经被捕过, 在受审的时候, 他把共产党的内部情况招供了。 所以康生说, 在我的文章里, 要加上邓拓是叛徒这句话, 在场参加讨论的所有人都表示同意。 康生又对我说, 关于邓拓的辩解问题, 你要跟安部长、 中央组织部的安子文核对一下。 于是, 我就在康生那里, 用红机子给安子文打了电话, 一位姓陆的秘书记的电话, 她是个女同志, 之前我们都认识。 我说, 我想请示一下安部长, 现在红机杂志编辑部, 在讨论一篇批判邓拓的文章, 在文章里, 要指明邓拓是叛徒。 这件事, 需要跟你们和风一下。 我还说, 这是博达、 康生提出来要核对的。 隔了一天, 陆秘书就打电话给我。 他说, 安部长已经看过大案, 据大案材料, 他在敌人那里是招供了, 所以可以说是叛徒。 但是在批判文章中提不提这个问题, 这个要由中央来决定。 我说, 是要请示中央的, 谢谢你的提醒。 这个稿子定稿出青样以后, 由陈伯达签了名, 然后就直接送刘少奇、 邓小平等中央领导。 送上去以后, 刘少奇、 邓小平和其他中央领导, 也都在青样上画了圈。 我们特意在邓拓是叛徒这句话下面加了横杆, 他们也没有提出异议。 青样退回来以后, 我问, 还要不要请示主席? 陈伯达、 康生都说, 不用了。 安子文都说是了, 刘少奇、 邓小平同志也看过了, 都没有意见, 这就是通过了。 对邓拓辩解的是, 当时我也没有产生过什么疑问。 因为那次我和关锋在彭真家里的时候, 谈到了邓拓的文章。 我们都说, 邓拓的文章写得不好。 彭真就悄悄地跟我们说, 邓拓以前叛变过, 只是没有给党造成什么大的危害。 本来八大要选他为中央委员的, 是他自己给中央写信, 说他在历史上有问题, 不能当中央委员。 对于邓拓和吴涵、 廖莫沙, 在北京日报、 前线杂志上发表的讽刺现实的文章, 有的我赞成, 有的我反对。 而且早就写过批评他们的文章, 是发表在当时的光明日报上的。 他们不仅仅是在发牢骚, 有些地方可以说是对党和毛主席的攻击, 而且攻击得很过分。 邓拓在大跃进期间, 担任人民日报的总编辑, 人民日报上大量登载了放卫星, 假高产的消息和报道, 他是有责任的。 当然, 当时在中央分管人民日报工作的邓小平, 也有责任。 毛主席早已批评邓拓是死人办报, 就把他的总编辑撤了。 这也可能引起了他对毛主席的不满。 邓拓在1966年5月18日凌晨自杀。 听到这个消息, 我马上就想到, 他是不是因为看到5月11日我的文章, 受到了刺激, 因而自杀的? 可能有这个因素。 但我后来知道, 在这篇文章发表之前, 他已经写过很长的东西, 表示要自杀了。 文革被否定后, 负责我专案的审判庭在准备审判我的时候, 也把我这篇点邓拓是叛徒的文章作为邓拓自杀原因, 而定位我的一个罪名。 我跟他们说, 关于这件事的经过, 你们可以问安子文去。 他们去问了以后, 安子文倒是说, 有这事, 七本宇是来问过我们的, 是我们跟他讲邓拓历史上有过背叛行为的。 当时他还请示过中央书记处, 后来审判庭就把起诉书上的这一条拉掉了。 再说, 5月12下午, 毛泽东的基要秘书徐叶夫打电话到钓鱼台找七本宇, 通知说, 主席有重大的事情要召见你们, 要你和陈伯达, 杨成武三个人必须在明天一早赶到上海。 七本宇放下电话, 就通知了陈伯达, 又打电话给杨成武。 杨成武说, 我也接到徐叶夫的电话了, 并且已经安排好飞机, 你和陈伯达明天一早去北京交付, 去的军用机场乘专机去上海。 七本宇回忆录记载了他们此次上海之行的整个过程, 5月13日凌晨三时, 杨成武打电话崔七本宇和陈伯达出发。 七本宇, 陈伯达坐车来到机场, 与杨成武会合。 他们刚登上飞机, 飞机就起飞了。 这是一架中型专机, 飞起来很稳, 里面还有可以办公的小房间。 七本宇心里一直在嘀咕, 主席这么紧急召见我们, 究竟是为了什么事? 现在正在传说, 北京有发生军事政变的迹象, 这次又有代总参谋长同行, 是不是与军事政变有关? 大约飞了三小时左右, 杨成武一行抵达上海虹桥机场。 徐岳夫已在机场等候他们。 在去宾馆的汽车上, 徐岳夫把意好的林彪 转成给毛泽东的解放军总候勤部的一个报告, 以及毛泽东在5月7日为这个报告写给林彪的信, 发给了陈伯达、 杨成武和七本宇, 要他们先看看这些文件。 毛泽东也是刚从杭州抵达上海不久。 大概清晨7点左右, 陈伯达一行, 到了毛泽东下榻的西郊宾馆12号楼。 此时, 毛泽东还没有起床, 但他事先有交代, 说陈伯达三人一到, 就马上叫他起来。 护士长吴旭君请陈伯达等人在客厅里先坐下, 转身去叫毛泽东。 这间客厅不是很大, 在客厅的一端是两张单人沙发, 对面是一张三人沙发, 在沙发的两侧各有一把椅子。 杨成武硬要让七本宇坐沙发, 他自己坐旁边的椅子。 七本宇想, 你是老革命, 我一个小青年, 怎么可以我坐沙发, 让你坐椅子呢? 一番推让, 最后还是七本宇坐了椅子。 不一会儿, 毛泽东穿着睡衣从客厅旁边的一间卧室里出来了。 他通常都是晚上工作, 很少有这么早就起床的。 他和陈伯达三人一一握手打招呼, 对七本宇说, 好久不见了。 如昨后, 毛泽东拍了拍他旁边的单人沙发, 让七本宇坐在他身边。 此时, 将军从卧室里走了出来, 七本宇马上起身让座, 请他坐在毛泽东身边。 毛泽东以手示意, 要七本宇还坐在他边上。 江青在三人沙发一侧的椅子上坐了下来。 七本宇叙述至此, 在回忆录中加写了一段话。 他说, 我从秦城出狱后, 听到了邓小平一次讲话的传达, 说什么早在建国初, 毛主席与江青就各住各的, 实际上是已经离异了。 可我七眼目睹, 在1966年, 主席在上海时, 仍与江青同住在一起。 那时主席73岁, 江青51岁。 建国时, 主席56岁, 江青34岁。 江青都是和主席住在一起的, 两人感情是很好的。 主席, 住在钓鱼台的时候, 江青也经常和主席住在一起。 直到1967年, 唯一写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 这篇文章, 常从钓鱼台到中南海找主席和江青, 仍见到他是同主席住在一起的。 虽然江青平时住在钓鱼台的11号楼里, 主席住在中南海的游泳池, 但江青仍时常回去看主席的。 接着, 七杯雨记载了毛泽东会见他们的情形和谈话内容, 这时, 护士长吴旭君给毛泽东送来了早餐。 他拿着一杯乳制品, 颜色蛋黄, 另有一个小碟, 上面盛着几片烤馒头。 毛泽东喝了几口麦片奶, 开始讲话了。 他说, 今天找你们来, 就是为了研究你们手里看的文件。 从远古以来, 人类一直没有什么社会发展的长远计划, 人类社会发展应该有个远景计划, 这才是人类文明。 我们讲的人类文明是共产主义。 它是马克思, 根据现代生产力发展情况设想的, 马克思在批评戈达纲领等书中, 讲了一些关于共产主义的具体的设想。 只有共产主义社会, 才是文明社会。 我以前谈过张鲁, 张鲁是东汉末年的农民领袖, 与黄金一党, 他也有些共产主义想法。 这些想法, 大概来源于古书上讲的大同世界, 只是古书上那个大同世界讲得很模糊, 因为那时没有新的生产力, 对将来的大同世界无法具体化。 张鲁的时代社会进步了点, 所以张鲁的大同世界就比以前具体化。 在张鲁那里致病不要钱, 吃饭也不要钱, 但不能乱吃, 吃饱就可以了。 有的人, 例如一些贵族豪富, 吃那么多, 浪费那么大, 总不好。 我们现在找到比张鲁更好的办法了, 解放军总后勤不总结的这个经验, 就是一个共产主义社会未来的萌芽, 每个人分工不是那么刻板, 一业为主, 全面发展。 解放军战士除了军事, 可以做工, 务农, 又能学习文化知识, 发展艺术才能。 劳动者的劳动不要那么紧张, 不要一天到晚干活, 要劳动与学习相结合, 有分工, 有合作。 做领导的也要劳动, 定期劳动一下, 和大家打成一片。 分配上要允许有点差别, 但不要太大, 不要搞特殊, 成为一个特殊阶层。 林彪同志有个报告过来, 我给他写了几句话, 请你们来一起修改一下。 他问陈伯达等人看了文件, 有什么意见? 陈伯达首先发言说, 文件刚拿到, 虽然是初看, 但感到主席的这个批示非常重要。 我们在大跃进时, 探索过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模式, 这又是一次探索, 主席这次的指示非常明确, 而且可行性很大。 我们不久前提倡的半功半读, 也是一种探索, 不过做起来像是勤工俭学, 没有提到共产主义理想的高度。 还有河南茶牙山人民公社的共产主义过渡, 搞得太杂, 不大可行。 茶牙山的设想, 没有主席这个指示好。 主席的指示指出了, 在现在的生产条件下, 怎样做到人的全面发展, 完全符合马克思讲的在新制度下, 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 杨成武说, 部队搞生产意义很大, 照这样下去, 我们都可以不领军粮了, 这对战备是很有意义的。 毛泽东插话说, 我历来主张军队粮食自己。 杨成武接着说, 战事学文化好, 这样军队的文化水平可以得到提高。 部队就是缺文化, 又能打粮食, 又能学文化。 这个好, 东北有个部队搞得比总厚报告中说得还要好。 毛泽东听了, 让他把材料拿来看看。 杨成武回答说, 已经送上去了, 可能还没有送到主席这里。 接下来, 七本宇开始发言, 他从毛泽东对张鲁传的批语说起, 张鲁搞了五斗米教, 设置易设, 穷苦老百姓到他那吃饭不要钱, 而且都能吃饱。 他用草药和符咒治病, 也不要钱。 草药能治病, 符咒是迷信, 但有时也能治病, 因为它是一种心理疗法, 至少可使病人增强抗病的信心。 当七本宇说到张鲁统治的地区不治常历时, 毛泽东插话说, 就是不要当官的, 皆以祭酒为治。 祭酒为治就是由群众工推出的人来管理地方的各种事务。 七本宇说起, 在长新店二级机车厂劳动时看到, 工厂边上就有很多土地, 如果也能用来搞农业, 工人生活就会大大改善。 他在杨成武讲战事学文化时心里就想, 主席的指示, 不光是说要战事学文化, 还说要批判资产阶级。 所以他又着重谈了对批判资产阶级的看法。 他说, 前些天刚去南京路上好巴连体验生活, 没想到, 我们的战事也会批判海瑞罢关。 原来以为那些古代的事情, 战事可能不清楚, 哪知道战事都很清楚。 毛泽东很注意地听了他附属的战事的话, 问道, 会不会是知道你要去, 他们指导员事先请人来跟他们讲课, 做了些准备。 齐北宇说, 这个我倒不清楚, 但战事们有些问题说得很好, 比我写的文章还要好。 比如战事们说, 那个清官也是压迫人民的, 而且有些清官压迫人民更厉害。 因为清官有民望, 受老百姓拥护, 所以他们质押农民起义, 往往更没顾虑, 也更残酷, 来了就杀, 比贪官更凶狠, 曾国藩就是如此。 毛泽东说, 对, 曾国藩杀人厉害, 范老说, 老百姓叫他, 曾剃头。 老财游记上也讲, 清官杀人厉害, 说, 清官的红顶子是用血染的。 陈伯达说, 太平天国红秀权的天朝田母制, 康有为的大同书, 都没主席的批示提得好。 毛泽东说, 太平天国起初也是有理想的, 但在定都南京后, 他的上层很快就腐败了, 领导人自己成了新王朝的统治者, 他们还会认真去搞什么天朝田母制吗? 我们让大家都来批判资产阶级, 就是要防止再搞出新的资产阶级来。 共产党虽然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部队, 要是脱离群众, 不继续革命, 甚至腐化变质, 转过来压迫人民, 那么人民也会起来反抗的, 也会出陈胜, 吴广, 瓦党债。 吴广宇说, 主席的设想挺好, 人不能一天一天老是干同样的活, 一边干活一边学习, 学工的可以学农, 学农的可以学工, 还要学文化批判资产阶级, 那样人就可以得到全面的发展。 如果工厂、 工社、 机关、 学校, 要都按照主席的这个设想去做, 那这个社会就越来越理想了。 我感到, 主席描绘的这种社会前景, 比陶渊明的《桃花园》和康有为的《大同书》都好, 而且都是可行的, 起码他在我们解放军的部队里已经实现了。 毛泽东听了笑着说, 你是年轻人, 你们只要贯彻不断革命的精神, 把革命寄行到底, 也许能看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曙光。 这次谈话, 毛泽东的兴致很高, 主要都是他讲, 江青没说什么话。 凡毛泽东在场的时候, 江青一般都不多说话的, 这次也一样, 一直是毕恭毕敬的在听。 到吃午饭的时候了, 毛泽东让陈伯达三人下午修改文件, 回去后再向政治局做汇报, 看看还有什么修改补充的, 然后提交中央会议讨论一下, 通过后再以中央文件发下去。 从毛泽东那出来, 陈伯达三人就入住到锦江饭店。 吃过午饭, 他们三人就一起坐下来, 讨论毛泽东的讲话和文件, 对毛泽东的批示没做什么改动, 只是对总后勤部报告的标点, 字句做了一点小的修正, 接着又讨论, 起草了一个中央通知的文稿。 5月14日, 毛泽东的回批就下来了, 说陈伯达他们写的东西可用, 让他们当天上午带回北京。 一回北京, 陈伯达立即向中央政治局做汇报, 七本宇向中央文革小组做传达, 杨成武则去向林彪汇报。 第二天,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便一致通过了这个文件, 并正式下发了这个文件。 七本宇叙述了这件事后, 还在回忆录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主席和我们的那次谈话过去半个世纪了。 我自己也已到了暮年了, 当年主席曾满怀信心地对我说, 像我这样年轻的人, 只要坚持革命, 是有可能看得到共产主义曙光的。 可惜, 我至今看到的不是什么共产主义的曙光, 我看到的只是资本主义在很多领域猖獗的复辟, 还有美、日帝国主义包围, 并企图像瓦解苏联那样, 演变与分裂中国的不祥之兆。 就在5月14日这一天, 人民日报发表了林杰撰写的 《揭破邓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一文。 文章中写道, 4月16日, 北京日报发表一批所谓批判三家村和烟山液化的材料, 并且加了前线和北京日报两个编辑部的暗语。 无论是暗语, 无论是所编的关于烟山液化的材料, 都是竭力掩盖邓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 这是借批判之名, 行掩护之时, 打着斗争的幌子, 干着包庇的勾搭。 1962年2月22日, 邓拓发表了《智谋是可靠的吗?》 这篇杂文的矛头是指向谁的呢? 邓拓大肆议论, 所谓当皇帝的要倾听人民群众的意见, 及借古讽金的评论说, 这些古人的见解都很不错。 特别是范瑶夫所说的不必谋自己出, 这一点尤其值得注意。 有的人常常喜欢自己逞能, 自作聪明, 看不起群众, 不管什么事情, 总是要自己出主意, 企图出其至盛, 而不接受下面群众的好意见。 人们自然会想起, 吴涵在海瑞骂皇帝中所说的, 你自以为是, 拒绝批评, 你的错误太多了。 邓拓说的喜欢自己逞能, 自作聪明, 看不起群众, 这是对吴涵的海瑞骂皇帝的进一步发挥。 邓拓所说的群众, 就是邓拓滞流, 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家。 在《伟大的空话》这篇杂文中, 邓拓更露骨地攻击伟大的毛泽东思想。 邓拓说, 东风是我们的恩人, 西风是我们的敌人, 这是伟大的空话, 是无济于事的陈词滥调, 越说得多, 反而越糟糕。 上面这些咒骂, 邓拓认为, 还不足以发泄他内心敌视我党的资产阶级仇恨。 1962年7月25日, 他在前线发表了一篇叫做《专制剑王症》的杂文。 文章引了爱死后语中一则故事, 据说, 齐国有一个人得了剑王病, 去请滑稽多治的爱死治病, 刚出家门几十步, 自己的屋子, 自己的老婆就认不得了, 甚至连自己刚拉的屎都不认得。 邓拓说, 这是剑王症的一个典型病例。 在这篇文章里, 他用了最恶毒的语言, 来攻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辱骂我们党, 自食其言, 言而无信, 装疯卖傻, 不堪信任。 邓拓还编造了专制剑王症的所谓积极的方法, 一是用狗血淋头, 一是用棍子打击病人头部, 使之休克, 然后再把他救醒。 邓拓竟要对我们挡狗血淋头, 打棍子, 这是多么的恶毒。 只是狗血淋头, 打棍子还不够, 邓拓这位专制剑王症的专家, 还命令病人必须赶紧完全休息, 什么话都不要说, 什么事情都不能做, 一切听从他这位高明的医师指导, 剑王病者本人切不要乱加干涉。 邓拓所攻击的剑王病者就是我们伟大的党, 他要我们党什么话都不要说, 什么事都不要做, 完全休息, 这就是要我们党下台。 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有人欢喜有人愁, 物极必凡而可知, 自作孽时或临头。 预知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如何开展, 情况怎样? 请看本传第九卷《欲语成经》, 东方盟约关于党内在文化战线上 发生的那些斗争的起因, 叶永烈曾经引用过史学家黎鹏的一段话。 黎鹏说, 将近那些年的地位, 其实是个探测器。 《青宫密史》、 《武训传》、 《红楼梦研究》、 《海瑞罢官》都是他先出面, 说他认为应该批判, 大家从来不认为他有多高明, 所以听过也就罢了。 然后他回去报告, 他们不听你的, 然而, 就算他这个位置上换个人, 老实本分, 不会干这些事, 也会换个形式出现的。 黎鹏的这些话, 是针对毛泽东和党内其他一些领导人, 在文化艺术上的不同立场和观念而说的, 无非是要说明事物发展的必然性, 也就是说, 党内的这一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 叶永烈似乎也是同意这个观点的。 就文化大革命前夕的情况看, 如果说彭真的二月提纲, 是直接导致文化大革命的起因的话, 那么可以说, 江青的座谈会纪要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颗重要系号弹。 而后来中共中央发出的五一六通知, 则无疑是以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 向以刘邓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发起进攻的大决战的宣言书, 从而拉开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附录,毛主席晚年为什么要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毛主席晚年发动这场群众大运动的最根本原因是, 防止修正主义上台, 复辟资本主义。 何为修正主义? 前面已讲过, 什么是修正主义? 这场群众大运动不止在中国影响深远, 而且对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影响深远, 不止第三世界国家革命者响应, 而且在美国、日本、欧洲等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中效仿, 比如争取民主的日本赤军, 反抗压迫的美国黑豹党。 毛主席作为一位真正的革命者, 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一生都在践行着为了人民群众的幸福, 为了无产阶级的利益奋斗终身。 他晚年领导的这场群众大运动, 对于更深入的理解马列主义, 理解修正主义, 理解无产阶级专政, 有着重要意义。 那毛主席为何要发动这场大运动? 历史客观背景是什么呢? 今天我们来好好聊聊。 11949年3月, 七届二中全会, 毛主席尊重告诫全党在拿箱的敌人被消灭以后, 不拿箱的敌人依然存在, 他们必然的要和我们做拼死的斗争。 我们绝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 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 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 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 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 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 打江山翼, 守江山难。 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 如何防止党不堕落, 不失革命性, 如何保持同人民群众, 同劳动者信联心, 这是一个难题, 也是一个无产阶级政党, 必然要去践行, 攻农群众对自己的党的一项基本要求。 数欲静而风不止, 船欲稳而浪不停。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 一些党员就开始忘记群众, 迅速退化变质, 在糖衣炮弹面前打了大败仗, 当了俘虏, 成为旧社会中其在老百姓头上作为作福的官老爷。 面对从善如灯, 从恶如崩的严峻形势, 毛主席建威之助, 坚持公不抵罪, 罪不否公的原则, 部署三反运动, 反对贪污, 反对浪费, 反对官僚主义, 刘青山, 张子善是这个时期的反面教材。 刘青山曾任中共天津地委书记, 被捕前任中共是家装市委副主义, 张子善曾任中共天津地委副书记, 天津专区专员, 被捕前任中共天津地委书记, 亚人都是三十年代初期入党, 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 既有苦劳又有功劳的高级干部。 但是, 在掌权以后, 他们就居公自傲, 贪图享乐, 利用职权, 大肆贪污盗用公款公务, 包括治核款, 救济粮, 救灾粮等违法金额, 共计171亿多元旧币, 折现币171万多元, 1952年2月10日, 河北省人民政府举行公审大会, 随后, 河北省人民法院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批准, 判处刘青山, 张子善死刑, 毛主席对待这类案件时, 旗帜鲜明地指出, 腐败分子是叛徒和毒虫, 大贪污犯是人民的敌人, 他们已经不是我们的同志和朋友, 故应坚决彻底干净, 全部地将他们肃清, 而不应有丝毫的留恋或同情, 我们杀了几个有功之臣, 也是万般无奈, 我建议重读一下资质通鉴, 治国就是治利, 礼义廉耻, 国之四维, 四维不张, 国之不国, 如果一个个都寡连闲耻, 贪污无度, 胡作非为, 国家还没办法治他们, 那么天下一定大乱, 老百姓一定要当理自成, 国民党是这样, 共产党也是这样, 革命胜利了, 国内经济飞速提高, 对于当时的一些党员来说, 渐渐忘记了自己为什么而革命, 开始思考如何享乐, 如何通过手中的权力, 为自己, 为儿女和亲戚铺路, 毛主席的一贯作风就是, 发动人民群众去监督和检举贪污腐败, 以权谋私者, 官老爷敢贪污, 敢训私舞弊, 是不可能躲过广大人民群众的眼镜, 贪污腐败的问题容易识别, 但路线问题, 走什么道路的问题, 往往混在正确道路中, 让普通人辨别不出, 21956年起, 毛主席开始退居二线, 刘少奇, 邓小平等人在一线主持工作, 1956年9月24日, 毛主席在与南斯拉夫代表的谈话中说, 我老了, 不能唱主角了, 只能跑龙套, 你们看, 这次党代表大会上, 我就是跑龙套, 而唱戏的是刘少奇, 周恩来, 邓小平等同志, 刘少奇, 1954年, 当选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1959年4月, 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国防委员会主席, 邓小平, 1954年4月, 任中共中央秘书长, 组织部部长, 1956年, 当选为政治局常委, 中央书记处, 宋书记, 随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开始, 从1958年起, 逐渐出现共产风, 浮夸风, 说假话等严重问题, 1958年9月, 一位中央大领导视察江苏, 在长熟县和平人民公社, 这位大领导参观了风产委的四亩试验田, 他亲自弯下身子去数了一下道科, 并且问乡党委书记可以打多少, 回答说可以打一万斤, 大领导笑着说, 一万斤还能再多吗, 你们这里条件好, 再搞一搞身番, 还能多打些, 人民日报, 1958年9月30日, 1958年10月8日, 并几位中央大领导视察天津专区霸县盛邦公社的风产稻田, 开心地站在风产田密集的稻子上合影, 无产几万斤的稻田, 拖着领导们高高的笑脸, 1958年在农村开始实行的人民公社, 刮起一阵共产风, 主要内容有三条, 一是穷富拉平, 把富社财富无偿提供给穷社, 损害富社积极性, 不承认生产队之间的客观差别, 贫富队拉平, 在公社,范围内实行平均分配, 二是供各种产, 把生产队的生产资料, 人力, 粮食等, 由公社领导机关直接支配, 共产风, 一是违背了价值法则等价交换的原则, 二是违背社会主义按劳分配, 多劳多得的原则, 搞绝对平均主义, 破坏了生产队集体所有制, 损害了农民生产积极性, 毛主席多次对平均主义思潮进行批评, 在1959年初召开的第二次郑州会议上, 更是强调, 必须首先检查和纠正自己的两种倾向, 即平均主义倾向和过分集中倾向, 所谓平均主义倾向, 即是否认各个生产队和各个个人的收入, 应当有所差别, 而否认这种差别, 就是否认按劳分配, 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原则, 1958年11月9日, 毛主席在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中, 讲到现在有一种偏向, 好像共产主义越快越好, 实现共产主义是要有步骤的, 山东范县提出两年实现共产主义, 要派人去调查一下, 现在有些人总是想在三五年内, 搞成共产主义, 面对报纸, 媒体假话空话漫天飞, 他认为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 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 使下面很难办, 我们老是要数字, 中了多少, 产了多少, 天天统计, 天天上报, 横直就是那样, 你瞎指挥, 我就乱报, 结果就浮夸起来了, 一点也不实在, 1958年11月21日, 毛主席在同屋冷西新华通讯社, 人民日报总编辑, 在记者头脑要冷静的谈话中, 讲到, 我对隐瞒产量, 是寄予同情的, 当然, 不说实话, 是不好的, 但是为什么满产, 有很多原因, 最主要的原因, 是想多吃一点, 值得同情, 满产, 除了不老实这一点以外, 没有什么不好, 隐瞒了产量, 粮食依然还在, 满产的思想要批判, 但是对发展生产, 没有大不了的坏处, 虚报不好, 比满产有危险性, 报多了, 拿不出来, 如果根据多报的数字, 做生产计划, 有危险性, 做供应计划, 更危险, 记者到下面去, 不能人家说什么, 你就反映什么, 要有冷静的头脑, 要做比较, 1958年11月23日, 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 批评造假, 作假问题, 要专搞一条, 不要同工作方法写在一起, 否则人家不注意, 现在横竖要放卫星, 争名誉, 就造假, 有一个公社, 自己只有一百头猪, 为了应付参观, 借来了二百头大猪, 参观后又送回去, 有一百头就是一百头, 没有就是没有, 搞假干什么, 过去打仗发劫报, 讲俘虏多少, 缴获多少, 也有这样的事, 虚报战绩, 以撞声势, 老百姓看了舒服, 敌人看了好笑, 欺骗不了的, 1959年2月, 毛主席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 批评共产风, 天天搞共产, 实际是强产, 想附队共产, 旧社会为之贼, 红帮为强, 青帮叫偷, 对下面不要去强强, 抢合偷科学名词叫做, 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 1959年4月29日的党内通信, 毛主席要求下发制省, 地, 县, 社, 对, 小队, 他在通信中说道, 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示, 不要管那些, 只管现实可能性, 例如, 去年亩产只有300斤的, 今年增产100斤, 也就很好了, 吹上800斤, 1000斤, 1200斤, 甚至更多, 吹牛而已, 实际办不到, 有何益处呢? 又例如, 去年亩产500斤的, 今年增产200斤, 300斤的, 也就算成成绩很大了, 再增上去, 一般总不可能的, 由此看出, 农村人民公社化和大跃进时期, 毛主席是一直在极力强调, 并号召人民群众和党员干部, 反对共产风, 浮夸风和说假话等问题, 这在中央领导同志中, 是第一位提出和反对的, 而其他负责一线的中央领导干部, 在这时期, 在他们的文集中, 是没有留下任何反对以上问题的讲话或谈话, 三毛主席认为, 农业的出路在于机械化, 而要想机械化, 就得集中土地, 分田单干, 三农问题的根源, 他认为只有走社会主义, 走极体制的人民公社, 才能快速实现农业现代化, 才能使农民富裕, 但一些中央领导同志和地方领导干部, 不认同此看法, 1961年, 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熙胜, 给几位中央领导写了信, 详细分析了包产到户的好处与坏处, 并认为, 好处明显多于坏处, 中央和地方许多领导, 都对包产到户予以支持, 曾熙胜通过文件, 把安徽省委讨论, 同时向毛主席汇报, 推行责任田, 定产稻田, 责任到人的包公包产责任制问题, 毛主席谨慎同意, 可以小范围实验, 田家英毛泽东秘书, 1954年后, 接任国家主席办公厅, 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 奉毛主席指示, 到湖南几个地方, 做农村工作调查, 1962年4月, 田家英返回北京汇报说, 农民群众对分田稻户呼声很高, 很迫切, 田家英向刘少奇汇报了上述情况, 认为实行包产盗户, 有利于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刘少奇表示赞同, 并且委托田家英向毛主席报告此事, 毛主席表示, 不同意实行包产盗户, 几位中央领导, 点头同意推行责任田, 刘少奇在与陈云讨论分田倒户问题时, 刘少奇说, 工业的政策已经退了, 农业也该退, 可以推行包产盗户, 6月份, 邓小平听取田家英的汇报, 明确给出赞成的意见, 邓小平说, 安徽省的同志说, 不管黑猫, 黄猫, 能带到老鼠就是好猫, 这话有一定的道理, 责任田是心生失误, 可以再试试看, 不管白猫, 黑猫, 在过渡时期, 哪一种办法有利于恢复生产, 就用哪一种办法, 1961年12月, 毛主席向安徽省委书记曾希胜表示, 改变对责任田的看法, 他认为, 由于生产队为, 基本核算单位, 就不要再搞责任田了, 1962年6月, 陈云在上海看到, 关于安徽农民搞责任田的材料, 认定, 这是特殊时期, 必须要采取的方式, 陈云研究出了分田倒户制度, 也就是重新分田, 给一家一户, 返回北京后, 陈云与周总理, 刘少奇, 邓小平等交换意见, 大家赞同陈云所提的分田倒户, 7月6日, 陈云就分田倒户制度, 向毛主席做了详细陈述, 陈云说, 分田倒户可以提高农民的积极性, 恢复农业的产量, 不会影响争购, 也不会产生两极分化, 分田四年就可恢复, 否则至少需要八年, 田家英不肯听从毛主席的意见, 他在刘少奇, 邓小平的指示下, 给中共中央起草了恢复农业生产的十大政策, 提出要继续放宽政策, 不搞一刀切, 随着形势的发展, 包产到户大有从安徽省一省小范围实验道走向全国开展, 毛主席强烈反对, 他说, 单干势必引起两极分化, 两年也不要, 一年就要分化, 赫鲁小夫还不敢公开解散集体农庄呢, 毛主席严厉批评田家英, 对田家英建议的, 关于让一部分农民实行包产到户的主张, 提出了两个非常尖锐的问题, 这个意见是以集体经济为主, 还是以个体经济为主, 这些意见是你个人的意见, 还是有其他人的意见, 1962年9月24日至27日的八届时中全会上, 毛主席点名批评田家英, 他把单干峰看作是修正主义路线的重要表现, 严厉批评了分田到户制度, 在毛主席看来, 实行包产到户制度, 是制度和政策的倒退, 不是走社会主义道路, 不是走集体化共同富裕, 而是重新回到封建小农经济, 这会造成农村俩级分化, 有着复辟资本主义的巨大风险, 原则问题上, 他对于田家英毫不留情, 刘少奇则在会上替他说了一些话, 田家英做了检查, 承认是自己个人错误, 不涉及他人, 为此田家英失去毛主席信任, 可以看出, 1962年下秋间, 中央领导层对当时形势, 以及需要采取的措施, 在认识上存在很大分歧, 尤其是在关于农村土地问题上, 路线明显不同, 似从国际形势看, 苏联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道路, 引发毛主席对反修防修的战略思考, 赫鲁晓夫在如何评价斯大林, 战争与和平, 和平共处, 和平过渡, 全民国家, 全民党等问题上, 使得毛主席明确地认识到, 苏联的中央, 现被已经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 他认为, 兰斯拉夫和苏联都已变成修正主义, 而且中国党内存在着一个资产阶级, 1958年11月30日, 赫鲁晓夫在与波兰领导人哥莫尔卡会谈时, 表示了对人民公社的反对, 他说, 中国人正在组织公社, 在苏联30年前就曾有过, 对这个我们腻了, 可是中国人嘛, 就让他们去尝试吧, 当他们碰得头破血流时, 就会有经验了, 中国党内的分田单干思想和行动, 与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观点一致, 这促使毛主席认为, 必须重新在国内提起阶级斗争, 1962年八届失踪的全会, 毛主席联系苏联和鲁晓夫修正主义道路, 嘴上喊着一切依靠人民群众, 实际处处欺骗和愚弄工农群众, 时刻不停地损害工农群众的利益, 和对国内形势的观察, 反复提出阶级斗争问题, 在修改全会公报时, 毛主席加写了一段话, 强调,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 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 不甘心于灭亡, 他们总是企图复辟, 同时, 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 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 存在着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 因此, 在人民中, 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 他们人数不多, 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 但一有机会, 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 走资本主义道路, 在这些情况下, 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 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了的一条历史规律, 我们千万不要忘记, 他认定, 中国会不会放弃社会主义, 而走上资本主义道路, 关键不在基层, 而是在上层, 尤其是中央, 他说, 领导人, 领导集团很重要, 又二年刮歪风, 如果我和几个常委不顶住, 点了头, 不用好久, 只要需上半年, 就会变颜色, 许多事情都是这样, 领导人变了, 整个国家都会改变颜色, 毛主席告诫全党, 阶级斗争要年年讲, 月月讲, 天天讲, 开大会讲, 开党代会讲, 开全会讲, 开一次会就讲, 1963年5月, 毛主席在杭州召集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大局书记参加的小型会议, 制定出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 草案前十条, 认为中国社会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 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正在猖狂进攻, 要求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 把反革命气咽压下去, 同年9月, 中央召开北京工作会议, 邓小平, 谭振林, 田家英, 执笔起草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文件, 简称后十条, 11月14日, 刘少奇主持会议正式通过了修改后的后十条并转发, 后十条强调以阶级斗争为刚的同时, 规定在依靠基层组织和干部的同时, 清理下面私不清的干部、地主和妇农等基层人员, 1964年5月, 中央召开工作会议, 决定成立五反四清运动指挥部, 8月初, 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正式决定, 由刘少奇挂帅五反四清运动指挥部, 刘少奇主持了对后十条的全面修改, 为中央起草和批准了一系列关于四清运动的文件, 如桃园经验, 北大社交试点经验等, 结尾随着四清运动的深入, 刘少奇等与毛主席等, 在怎样认识运动的主要矛盾, 怎样概括运动的性质, 以及怎样更好的开展运动等方面, 分歧逐渐公开化了。 怎样认识四清运动的主要矛盾, 和概括四清运动的性质, 刘少奇坚持认为, 四清与四不清, 是四清运动的主要矛盾, 毛主席则认为, 四清运动是一场深刻的群众运动, 是国内主要矛盾, 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斗争的性质的体现的一部分, 因此, 应该以国内主要矛盾, 和无产阶级, 与资产阶级斗争的性质, 来概括四清运动的主要矛盾和性质。 运动中, 如何正确对待干部和群众, 刘少奇认为, 运动轻的重点是党内, 国家干部中间, 以及劳动人民中间的四不清问题, 不能只搞党内干部的问题, 不同意提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不同意毛泽东对干部和群众的两个95%的估计, 认为毛泽东的估计偏右, 四不清的干部, 实际上比估计的多, 比例大得多, 运动的矛头是四不清干部, 基层工作人员和老百姓。 毛主席则认为, 运动的重点就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反对扩大打击面, 简而言之, 运动重点是清理官老爷, 认为刘少奇是忽略主要矛盾, 把斗争矛头指向小人物。 1964年8月30日, 毛主席对刘少奇派一万多人工作队下去等做法提了意见, 指出, 王光美、刘少奇夫人在河北桃源大队实际上是少奇同志亲自指挥, 王光美每月汇报一次, 河北省就没有一个人能指挥。 与会者仍然同意刘少奇的部署, 于9月18日将后十条修正草案与王光美的桃源经验两份文件下发。 桃源经验是王光美在1963年11月至1964年4月, 带领工作队在河北省府宁县桃源大队蹲点开展四清运动后总结出来的经验。 通过开展背靠背的揭发斗争, 逼供信和体罚, 互相检举揭发等方式, 搞运动群重视的四步轻运动。 1965年1月14日, 毛主席亲自主持中央会议, 通过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 对刘少奇一系列错误观点进行了否定, 将指责刘少奇的观点纳入23条。 强调四清运动的性质是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 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刘少奇与毛主席在怎样认识运动的主要矛盾, 怎样概括运动的性质, 以及怎样更好的开展运动等方面, 分歧开始公开化。 1965年9月18日至10月20日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 10月10日, 毛主席在同大区第一书记谈话时明确提出, 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 应该造反。 现在也要提倡破除迷信, 不管是中央的, 中央局的, 省的都要看对不对, 小的迷信要破, 大的更要破, 比如修正主义。 10月12日, 毛主席又在会议上说, 中国如果出了军阀也好, 修正主义也好, 总而言之, 不是马克思主义, 就要造反, 不造反, 犯错误。 这天, 当彭真在会上讲话时, 毛主席插话说了几句很重的话, 我快要去见马克思了, 怎么交代, 你给我留个修正主义尾巴, 我不干。 毛主席认为他和刘少奇的分歧, 是关系到党, 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 中国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重大问题。 仅仅私卿运动, 已经不能承载这个重大问题的解决, 他转而酝酿新的运动, 这就是后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这就是我在 цент图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